春去春远回 我走过的孤独很黑 难忘哪一刻 你走进生命的瞬间 我不信你 往昔的今生没有理由 悲欢的注定 在我的掌门中你在哪里 如此的情绪没有属于 你是我的秘密 我不信你 我姓名中你给的每个 考验和奇迹 在我的掌门中暗声里 是否愿意张开手 你回忆 我不行 回头见 爷爷 真有能这么一个孙子的话 那该多好啊 爹 回来了 来 您用茶 谢谢 谢谢了啊 不是已经答应明天中午 把地皮还给你了吗 你怎么还来找我爹麻烦 紫军 你误会了 韦先生刻意来告诉我们 他土地不收回来了 我们可以继续租用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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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我们来 赶快去 开始 慢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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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少爷 子军 叫我名字就可以了 是不是你在地主身上动了手脚 你说什么 我不明白 不要再装了 一定是你 只有你们瑜伽的势力 可以令他收回成命啊 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可以说清楚一点吗 没有用 我求你不要枉费心气了 你放心 我没有指望从你身上得到任何东西 我只希望每天能够看见你 我就心满意足了 我不用过来 儿子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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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你这个表妹啊 眼光比天都高 而且脾气很大 我担心你将来会碰一鼻子灰 何苦呢 垂手可得的东西 我才不稀罕你 难度越高挑战性越大 她的挑战性比任何人都强 所以说嘛 我才先拿她做目标 因为她比那个臭婆娘也好 她对付得多了 好 欺骗你吧 我只是担心你将来会在她手里栽跟头 你放心 将来会栽跟头的 是她 让我给你拿吧 老婆 别碰我 雷小姐 罗先生想喝点什么 两杯咖啡 等等 谁让你提我出主意的 橘子水 好的 稍等 都是我不好 惹你生气 你要上哪儿 洗手间哪儿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啊 我下来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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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吃了 送我回家 这么快就走 不可以啊 发什么呆啊走啊 前人遵命 我现在慢点 想动你啊 想动你啊 小冬啊 不如我们先去郊外 再轻热一下 好吧 说什么呢你 姓罗的 我现在命令 你马上给我停车啊 你不怕手足残废 就随便推门跳车吧 让一下 看一下 你难道不怕我爱公一枪毙了你啊 只怕你雷小姐 持些时间舍不得我死呢 难道你不怕当寡妇 谁要嫁给你这个混 哎呦对不起哦 嫁不嫁我啊 已经由不得你了 行 你马上给我停 停车 你还能不能逃住我的五指山 你不怕 你不怕 你把我当作哈巴狗 不来何去 还要你下班 都做我的女奴 给我出来 给我出来 好 热身 你到底吃了什么药啊 我足足在外头 等了你两个小时了 这次让你男朋友啊 你是谁啊 你不用管我是谁 反正我们以后 大概没机会见面了 是你救了我 这个四肠将给你处置吧 以后最好 代也是人 我来说 是有什么东西 如果不要点 是就专门 是一对 麻煩你 給我一杯冰水 好的 謝謝 謝謝 李小姐 我可以坐下嗎 對不起 我想一個人靜靜的看書 難道這本書比我還有魅力啊 聽你的語氣 你好像認為自己貌似天仙 從我記事開始 身邊就沒有一個人說我不漂亮 不漂亮呢 對不起 這次恐怕讓你失望了 因為我覺得你一點都不漂亮 老爺慢走 雷小姐 有什麼事 剛出去的人姓朱啊 對 他是姓朱的 你也是他 這些日子每天中午 朱少爺都來喝咖啡的 你去哪兒啊 我的車就在那兒 我給你送你一程 我不選車子 我覺得車子像這怪獸 還一張口 就把麻煩的寧靜和安巷給吞噬 討厭死了 來 小老弟 你可真夠不簡單的 你我沒有叫你 从农村到上海再短短多长一段时间 整个人脱胎换公司 这种追求手段真亏你想得出来 沈大哥 我第一个应该感谢你 是 感谢我 要达成目的 有时候需要双双手段 这是你教我的 我一直在学习 那你学的也太快了点 我可是真心地喜欢她 如果我朱子贵 这辈子能够娶到这么漂亮高贵的太太 叫我们承受十年 我的年纪 傻蛋 小傻蛋 小傻蛋 爹 家喻什么时候多聊狗啊 这狗无家可归 昨天从街上把它捡来的 街上捡的 我看它长得大智若鱼的样子 就干脆叫它傻蛋 哎 没叫好久啊 它真好像听懂了 爹 您想养狗您就说嘛 我们给您从欧洲运回来 要多少有多少 干嘛从街上捡呢 这种狗来路不明 血统又不纯 说不定还有病 我就养个狗 我讲究这么多干什么呢 我又不止它赚钱 这狗长得可爱 讨人喜欢就行了 傻蛋 你别睡觉装孙子 来自个儿下去玩吧 阿姨在旁边直敌咕你呢 一个劲儿在损你 找我什么事啊 你老爹活了这么大年纪了 还不知道世界上 有这么好玩的一个脚械游戏 什么脚械啊 蚊子叮人的时候 那屁股上那根针呢 我把它给搅了 爹 您没事吧 这脚械的无聊游戏 还真是挺有趣的 我那孙子叫我的 那狗也是我孙子让我养的 他说老人养狗 可以增加生趣 减少寂寞 这孙子懂的事还真多 爹啊 是创世叫我来找您的 你们不是闹翻的吗 那个孙子跟这个你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来了 来了 老杨 哦 余少爷 我们今天休息 不卖票 我们审判主在里面等着你的 请吧 这块地你说回去吧 我已经打听过了 这块地的主人 已经不属于那个姓韦的了 我不想欠你的 子俊 你真的这么讨厌我 我不讨厌你 我真的不讨厌你 说实话 作为你的朋友 我真的很欣赏你敢作敢为 敢爱敢恨的作风 我佩服 可是作为你的猎物 我对你的疯狂程度 我感到非常恐惧 你在说什么 就好比你以前疯狂地追求雷小冬 你现在又疯狂地追求我 其实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喜欢的是什么 我以前不知道 可是我现在知道了 你才是我值得爱的人 小冬跟你比起来 他差太远了 我觉得你根本不理解爱情 等有一天 你学会踏踏实实地生活 你学会爱别人 关心别人 你才会理解爱情是什么 你为什么要说得这么复杂 我爱你 我全心全意地爱你 难道还不够吗 真的不够 最重要的 我已经有来福了 所以你不要作践自己 不要把追求爱情 看作是人生唯一的目标 每天有那么多事情可以做的 你不要再胡思乱想 我现在头脑很混乱 你不要再说了行吗 做不成恋人 我们还可以做朋友吗 握个手吧 如果你当我是朋友 这块地你就继续用吧 避免 拿出来 臭 不必能 glamorous !", 因为你们现在都没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每天都在看同一本小说 看了又看翻了又翻 不觉得烦呢 我干什么向你解释 怎么知道我每天看的是 同一本小说 难不成你每天到这儿 监视我的一举一动 你别以为我每天到这儿来 就是为了看你的 你也不向他们打听打听 奶奶我很早很早以前 就已经习惯每天在这歇脚了 不知道跟你早多少倍 歇脚 你干什么歇脚 难不成你的职业是鼓励 我家有的是钱 才不需要当务 我还以为是什么稀有品种 说了半天 原来你是社会的寄生虫啊 你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我姓雷 我姓艾 你忘了负账了 不过我已经帮你负了 好包插 外船物 可以 外船 是你吗 师傅的两条腿 总归没有我那恐怖的大怪兽 来的速度快吧 你是万昌船物的职员啊 你知不知道我是谁 我是你们万昌船物董事长 于静英女士的 一外生女 那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是你遗仗 朱焕婷在外头留下来的野种 你就是那个 朱子贵 请让一让 我上班要迟到了会挨骂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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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子贵 又是你 你这几天 为什么不去露天茶馆看小说了 谁说我一定要去那里报到 上次那本小说我已经看完了 我现在都去霞飞鲁德俄国餐馆 那里的环境比较适合我看战争与和平这部名著 我看小说喜欢配合小说里的场景 上次那本小说主要场景是描述巴黎的路人茶座 娇容造作 故弄玄虚 你没这么做过 你不知道那样的感觉有多棒 真没想到 我们竟然有这么一点点亲戚关系 事实真是让人啼笑皆非 我有什么地方能够让你觉得啼笑皆非的 我看你还是别跟我说话 要是让你阴影知道他肯定就不高兴了 还有我常听到他提起你 很显然他对你没多大的好感 小心他跟你努情告状 说你自甘督督跟我这个野种混在一起 我才不怕他呢 走吃饭去 就当我报答你那天的救命真 不要 我怕你硬不生气 没出息 我这尊重长辈不算没出息 那你到底去不去吃饭啊 不去 很显然你的吸引力还不够大到 让我改变决定 也许明天我们可以在 霞贝路的俄国餐馆碰面 说不定在那个环境之下 你的吸引力会比现在大得多 想不到我会跟一个寄生虫混在一起 你以后不许再叫我寄生虫 寄生虫寄生虫 你 你还是觉得无聊 你可以先走啊 我不会介意 你就是喜欢糟蹋我 别人都把我当宝 只有你 你都不珍惜我 你以前那些朋友都想占你便宜 当然要对你缝银拍马 我不一样 我没打算占你便宜 不过你说我不珍惜你 那对我太不公平了 没想到我们俩真的有你 我竟然会爱上你这条寄生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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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竿钓了啊 不钓了啊 有你就足够啊 你要我再说一次啊 我再说一次啊 请不吝 Lee 子冠 大姐 大姐 明天晚上有空 我要带你去见一个人 我不是告诉过你 只要我追求成功的话 我第一个要带来见的人就是你 你要带我去见小冬吧 你怎么知道 知道的可不知道一个 若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你们的丑事早就已经给抖出来了 我跟小冬是光明正大的来往 总算是丑事 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是好事 可发生在你身上的那就是仇事 你倒是说说你耍了什么鬼手段 哎呀 居然把我们这么一个宝贝表妹给弄到了手 龙生龙凤生凤 浩子生下来就会打动 他妈当年不就轻而易举的把你父亲勾引上手吗 何况小冬这丫头啊 还不及你父亲一半的精明 大容易受骗 朱太太 我对小冬是真心的 小冬不是我女儿 你也不是我生的 我不会干涉你们的事 你是真是假 我管不着 朱太太 你过来 过来 过来 哎 妈 这巴掌 是带你父亲教训你 别想动我外甥你的念头 朱太太 我跟小冬是真心相爱的 他从来没有嫌我出身不好 妈 子龟又不是小孩子 你就不要打他了吗 有种你滚出去啊 小冬无非是把你当成朱家的继承人才来看上你 你滚出我们朱家 看他会不会看你一眼 这赖行的想吃天鹅肉 你也不看看你自己是什么诗的 既然舍不得我们朱家的荣华富贵 就打消你吃天鹅肉的你花念头 还不快滚 滚进去 妈 吃得苦中苦中 方为人上人 大丈夫就得学会人 你要想做大事 就必须忍 忍 忍忍忍 只会叫我忍 我对那个臭婆娘已经够敌人下起了 她还是把我当地上泥巴 任意践踏 我是人 我有自尊 碰上余景音啊 算你倒霉 其实你老爹也是那种 富贫其贵 所以 你别把她惹火了 否则你一个子也拿不到 所以 也许 你骨头硬 你宁可回乡下种田 十十五者为俊杰 你啊 还是乖乖地继续讨她欢心忍一下我还是那句话 退一步海阔天空 我怕我还没讨到欢心 我已经先被她气死了 反正忍不忍都随便你 你要真受不了可以 现在就回去跟她翻脸 然后离开朱家回到你老家去 除了忍之外 难道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我还以为你很有本事 原来不过如此 千驴即穷 旁闻左道的办法我多的是 就怕你朱大少爷不屑用 管他什么旁闻左道 只要能达成目的就行 你不能弄你 我都不敢弄你 别弄你 下来 嗯 你能放你 你怎么弄你 快点 为了 别动 站住 别动 否则我就宰了他 你当年是个怎么样 老子志宰求财 赶快把屋里值钱的东西 都拿出来 你先放开他 好啊 只要你们把屋里值钱的东西 统统奉上 老子别放他 否则 他就死定了 不要 不要扎害我妈 快去 快去 快 快照他的话去做 叫你由我支持他 快啊 子歇 快去 走 他们已经照你的话做了 你快放开他 他可是我的摇钱术 护身符 只要你们把值钱的东西拿出来 我便放人 要人休想 再说了 我怎么知道那两位小姐在背后作怪 叫寻不防来拿人呢 你不就希望你手中有个人质 确保你的安全 你该抓我 来到我 我求你放了朱太太 我求你放了他 美后 我看你叫朱太太 你不误也就是个外人 凭什么跟我谈条件 我不是外人 他是 他是我妈 你妈 你骗谁呀 天底下有哪个儿子 会管自己妈叫朱太太呀 真是天大的笑话 这龟孙子是你儿子吗 他真的是我儿子 不过不是我牺牲的 爷懂啊 我求你 我求你放了我妈 你可以抓我 我让你处置 我不希望我妈受到惊吓 我求你我求你放了他 这于复印的女儿 身价比你这野种高千万倍 我为什么要丢掉这块黄金 捡你这块破铜烂铁呢 走 痛痛放我住了 就这么一点点 我们家就这些职闲的东西 放屁 堂堂老肥的女儿 外城团队的董事长 夹大就这么一点点 你们都是白痴啊 白痴啊 值钱的东西都在这儿了 你爱信不信 不信就算了 臭丫头 在我面前就算什么事 好 我就现在这个老东西身上 开个窟窿 小心啊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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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彭 快去医生 好 纹彭 医生 他的伤没大啊 幸好没伤及过 没有大啊 不过 血流了不少 要好好休息 紫桂 没事了吧 没事 好好休息 妈 寻补房的人来了 说是要露口口 你先去应付他们 我待会儿就下来 好 周太太 我也告辞了 紫敏 送医生下去 谢谢啊 没事 觉得怎么样 好多了 伤得不重 算你命大 你知不知道你刚才的行为 多愚蠢啊 我看那个歹头想伤害你 我不可能袖手旁观 他不过是想吓唬你 他就是吃了雄心豹子胆 也不敢伤我 老佛爷的名号 在上海还是很适合香港 可是我看他那个样子 不像闹着玩的 他是不是闹着玩 我不比你清楚 难怪 年纪轻 见识浅 容易受人家吓唬 不管他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都不想看到你受了伤害 或许你从来没把我当成你儿子 但是我从头至尾 一直把你当成我妈看待 这两天不用去上班了 好好在家休息吧 完了 早点睡 朱太太 你也早点休息 以后别猪胎以前猪胎太厚的 听起来刺耳 你就跟志明子欣一样 喊我妈吧 以后你就在这儿办公 我 怎么 你不喜欢 我只是个文书 用不着这么大的地方 从今天起 你是万昌的总经理 万昌的总经理 我不是随便决定的 我问过康大叔了 他说你的工作表现很好 可是 我怕我做不好 由我从旁协助 没有做不好的理由 要是你畏首畏尾的 干脆干一辈子有人说好 总经理的职位 你干是不干 既然董事长有意栽培 我一定敬礼而为 谢谢董事长 谁别谢我 要是你干得不好 我随时把你 打回原型 你知道就好了 好好干吧 他疼疼啊 你在的时候不疼 你在的时候疼得要你 你与我不是 我说的是真的 你在我身边的时候啊 所有的伤我的王的一干二净 那欠我的医药费 什么时候偿还 要是你愿意跟我签个长期合约 做我的私人医生 我想偷带你 我想偷带你 我的医药费很贵的啊 怕你托担不起 谢谢你 谢谢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阿贵 金金 怎么这么巧啊 你去哪里 我把刚洗的衣服送回旅馆去 他是谁啊 她是我同乡 她跟我养父母快到上海来的 她叫做刘青青 秦秦 我为你介绍一下 这一位是余飞映老先生的外孙女 叫雷小冬 也是我表妹 你什么时候再去看张大叔和张大婶呢 最近我很忙 改次有机会再去看他们吧 电影马上就要开始了 有话上次再说吧 我让你带来的 我让你带来的 是我一直在入戏 彻底为你着迷 干干净净 眼神黑白分明 我怎么都看不清晰 铺铁铁地是你弯弯眼睛 你只保持说的神情 坏人我做就可以 若即若迷失你完美眼睛 哪里人哪往哪里去 都随你 一生全民爱着你 陪你演出对手戏 我毫不犹豫 不管未来在哪里 你的决情和经历 铺铁铁铁地是你完美眼睛 对手戏